人所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那个地球本身 它受到的大气运动 以及它作为一个太阳系的行星 对整个太阳系的其他星体对它的作用 相对而言是这么一个互动的过程 也因此呢我们得理解 所谓大气环流行星风带 南北两极的和赤道之间的冷热交互作用 是人类生存必须依存的基本条件 那随着四季的变化 那个气流的移动 影响着不同地区的天气变化 维持着整个地球的这个自我循环 这些呢是人绝对脱离不了的客观条件 我们过去很多对历史的表述 往往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在历史的技术中所形成的这些事件 特别是改朝换代 往往呢容易被主观唯新主义的这样的解读 说成是某个帝王的个性啊 更为庸俗的呢是把很多民间的故事 直接变成了我们对整个 这个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曲解 比如说说是某个妃子 是妖怪啊等等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呢 使在民间广泛流传 使人们对于历史演变呢 往往缺乏一个更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理解 所以朱可真假说呢 恰恰就是一个把科学发现和朝代变迁做了一个结合 所以早在1972年 70年代 这个半个世纪之前 朱可真发表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他参照挪威血线高低变化 又以中国古书中的误后材料为基础 得出了四条结论 第一 我国近5000年中最初的2000年的平均温度 高于现在两度左右 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的这个下5000年的文明 注意哈 我们在第四节中特别讲了上5000年下5000年 在中国的下5000年的文明演进中 最初的2000年 是平均温度高于现在两度左右 那个时候当然就水资源非常充沛 当然也就有很多 所谓洪水泛滥啊等等这些现象发生 极端的气候事件也在不断发生 第二观点呢 前2000年之后进入5000年中的下3000年 有一系列范围一到两度的上下摆动 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上下波动是明显的 那他的第三观点呢 是在每一个400到800年的期间里 可以分出50年到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 也就是说这个后3000年出现的很多次的一到两度的上下摆动 可以再进一步细分 细分到50年到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 这个小循环中的温度升降范围是0.5到1度 他在第四个观点 最冷时期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向西传播到大西洋海岸 他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 对中国的这个变化提出了四个变化条件 那就是温度的变化 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每当出现波动的时候 一定会导致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 于是他结合着史学误后方志和一期观测 把过去我们叫做下5000年 气候变化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他说第一个温暖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 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的这个阶段上 他说黄河两岸长满了清脆的竹子 也像在中原大地奔跑 这个时候 两河文明 古埃及文明 波斯帝国等等这些文明 都是相对比较繁盛的 那第二个温暖期对应的什么呢 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 那这个阶段的齐鲁地区可以一年两熟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山东半岛上一年一熟 他说那个年代呢可以一年两熟 这时候呢有了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 古罗马帝国 他说这些的时候呢 是中国还没有在当代形成非常丰富的考古发现的时候 所以他对应的呢 基本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的描述 所以他指出的这个气候暖化的时期 出现的哪些重要的文明 他主要说的是西方 那第三个温暖期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隋唐时期 这时候长安城 就是在西北黄土高原 冬季经常乌冰雪 他说可种梅花与柑橘 这个时候呢 比较重要的这个帝国呢 是阿拉伯和拜占庭 他第四个温暖期呢 对应的是北宋之原中叶 这时候呢 回暖的程度不高 象群已经不能在北方栖息了 于是乎呢 都移到了南陵以南 就在这个阶段 因为气候相对这个比较冷 所以出现了人类生存条件的弱化 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战争 是包括十字军的多次东征啊 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这个战争啊 然后印加帝国的解体的这个过程 多次战争发生 这些情况呢 对他来说呢 他给出了这样一个 和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描述 有一定程度结合的气候变化的 作物变化的描述 第一个温暖期是比较长的 从居今五千年前到四千年前 大约有一千年的温暖期 就在这个过程中 降水比较丰富 当然水患 灾害频仍 那这个阶段出现的是 中国在这个农业社会中 相对发展比较快的时期 就是这个这个时期的考古文物发现呢 有大量的是证明这个阶段的 随着气候暖化 人类的农业条件得到改善 那进入了相对比较长的 形成国家形态的历史 这就是夏商时期 那商的后期出现了气候变化中的 陡然变冷 就是冷化发生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突然变冷 就意味着前表地理资源 相对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减少 那人的生存呢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乱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州从西来 中原地区呢 相对还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物产 州就从西部 这个相对贫瘠的 生存条件比较差的地方 向东进击 入主中原 成了新的朝代 那在这个州入主中原的这个时期呢 气候又陡然升温了 那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春秋时期 大家的物产比较丰富 这个春秋是珠子百家嘛 对文化就形成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因为生活基础条件要比过去好得多了 但是在这个阶段 升温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开始回冷 这个回冷呢 就是物产又开始相对下降 于是出现了从春秋向战国的转化 争伐 战争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呢 注意哈 其实在世界上发生的也是大量的战争 比如说 古希腊的这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东征到印度边界 几年的时间就打过来 同时亚历山大去世之后 这个古希腊呢 就进入到了衰败期 逐渐演化成了古罗马的诞生 气候变化 对人类社会形成的明显的影响 在东西方 其实都是类似的 都有相似性 都是因气候冷化 造成的这个物产不足 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相对冲突 比较频繁 而再到从秦完成统一 进入到西汉的时候 又有一次气候回暖 尽管这个气候回暖的时间 没有以前那么长 就不像上一个 第一个五千年前到四千年前 有一千年的暖期 它不是那样一个缓慢升温期的 那么好的条件 但毕竟是回暖 这一回暖呢 农耕的物产又相对比较丰富 在这种条件之下呢 汉朝 就所谓强大的汉朝 就是物产相对比较丰富的条件下 能够有剩余 来养兵养马 于是就出现了击破区奴 汉代因有一定的农业剩余 能够用来养兵养马 于是就可以跟区奴在草原上 形成决战 于是就有击区奴于大漠以北 这样的战胜的成绩 那区奴呢 就位移西进 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进入到了欧洲的东部和北部 最后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这些族群 就被匈奴压迫 向南迁移 这些族群迁移进了亚平顿半岛 最终呢 使得已经当时衰落的 这个罗马帝国 这个西罗马 被灭亡 这些故事呢 我们可能以后给大家再具体解释 但是从这个气候变化上来说呢 正好其实是一个所谓中国被叫做汉人 就是汉代的农耕社会重新复兴 崛起 而成为一个重要力量的这个时候 那接着呢 就是气候又出现了一个陡然滑坡的 就气温骤降的这么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 农业的物产相对就比较贵乏了 那就进入了汉末的三国两进南北朝 人口大规模减少 战乱贫荣 那这个国家形态呢 也相对来讲就破坏的很严重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理解 就是往往会把出现混乱的这个问题呢 归接在某个皇帝啊 或者某个朝代的这个制度啊等等 朝这个方面去做解释 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科学的发现 那在竹可真的这个解读中呢 我们发现气候变化和朝代周期之间是非常直接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呢 开始把气候的冷暖变化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各种方面的技术 做了结合分析了 那接着注意哈 之所以进入隋唐的再度的强盛 大家都知道所谓中国历史上叫做汉唐盛世 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唐这个盛世 是因为从这个南北朝开始 气温又开始上升了 到隋的时候气温陡然上升 在唐的时候 气温是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上维持着稳定 所以隋唐时期 中国进入到了第二个强大的时期 就是注意看哈 早期夏商时代是一个气候比较长的上千年的温暖期 所以无论是夏商 哪个朝代都是维持了几百年的 所以客观的看 这个是一个气候条件物产丰富的这么一个客观资源的决定 导致人类社会可以维持某种朝代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汉唐这两个所谓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也和气候暖化 农业物产相对增加 这个客观条件也有相关 以后就进入到一个气候逐渐变冷的这么一个时期 所以不是哪个皇帝无能 哪个人 哪个大臣如何推动了什么变化 他客观上气候只要是冷化 并且波动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都会造成物产下降 生存困难 那就会发生冲突啊 战争啊 不断爆发的这样的客观局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年啊 这个七十年代 朱可征所提出的这个道理 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呢 是为让大家理解 并不是过去的主观微信主义的历史描述 能够全部解释中华民族文明的演变过程 所以我们说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形成重大影响 就在于他是一个人所不能拔着自己头发 离开地球的那个地球本身 他受到的大气运动 以及他作为一个太阳系的行星 对整个太阳系的其他星体 对他的作用相对而言是这么一个互动的过程 也因此呢 我们得理解 所以大气环流 行星风带 南北两极的和赤道之间的冷热交互作用 是人类生存必须依存的基本条件 那随着四季的变化 那个气流的移动 影响着不同地区的天气变化 维持着整个地球的这个自我循环 这些呢 是人绝对脱离不了的客观条件 所以我们讲气候对人类文明形成重大影响 这是有依据的 那在这个以这个维物主义思想为依据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对于现在所提出的这个气候变迁 他的那个周期做了一个跟我们自己的这个 所谓话语建构有关的一个解读 difícil线 好 好 小равля 好 好 好 来 好 好